《玫瑰的故事》正在热播 在最新剧情中 玫瑰终于要生了 然而玫瑰生孩子痛得惨绝人寰 方邪文这个妈宝男却犹豫不决 要不要给玫瑰打无痛真 这里真的对方邪文太失望 玫瑰最终顺利生了个女儿 要不是玫瑰大哥逼方邪文签字打无痛真 方邪文就真的听了他妈妈的话 不给玫瑰打无痛真 从这以后 大舅哥对这个妹夫再也没有好感了 而玫瑰跟方邪文也不远了 其实苏更生对方邪文说的话 已经暗示了玫瑰最终会走到离婚的结局 苏更生的一句话 扯下了方邪文虚伪自卑的遮羞布 方邪文终究还是弄丢了玫瑰 亲手葬送了自己跟玫瑰的爱情 事情指这样的 苏更生和大舅哥来看玫瑰 方邪文想要苏更生去看他创立的公司 和买的房子 苏更生再次提醒方邪文说 掌控感可以让人慢慢积累出自信 这样很好 掌控力呀得用在世上 不要用在人身上 尤其是自己的家人 事业有成的方邪文真的太虚伪 故意带苏更生炫耀自己的成就 他在向别人证明自己能够给玫瑰幸福 别人能给玫瑰的他也能给 别人给不了的他也能给 尤其是在向情敌庄国栋 证明自己的实力 就算方邪文很优秀 现在事业有成 也掩盖不了方邪文的自卑和虚伪 尤其是是面对玫瑰 方邪文刻在骨子里的自卑是永远无法抹除的 所以方邪文不需要优秀的玫瑰 要是玫瑰太优秀就无法掌控玫瑰 因此对玫瑰极强的控制欲和掌控力 再加上对玫瑰的不信任和不尊重 最终让玫瑰对方邪文彻底绝望 果断提出离婚 从预告可以看出最终黄亦梅还是和方邪文离婚了 和庄国栋谈恋爱一样 黄亦梅在婚姻里也是一步步攒够了失望 最终才选择放弃 方邪文想把婚姻过好吗 她是想的 只是她的问题败就败在她内心最深的自卑里 对待黄亦梅从决定结婚那一刻 方邪文就开始隐性控制了 黄亦梅好好的工作 她自作主张跑过去找主编申请辞职 甚至没有和黄亦梅商量一下 她为什么不商量呢 因为她心里清楚 只要找黄亦梅商量了 黄亦梅肯定不会辞职 所以 她索性自己把这件事帮黄亦梅办了 如果说怀孕时帮黄亦梅辞职 是因为小孩的原因 那么 在黄亦梅重新要踏入职场 她擅自做决定帮黄亦梅 把面试成功的工作推掉 就真的是大男子主义了 为什么她要一而再 再而三地干涉黄亦梅的工作呢 就是因为 她是没办法掌控黄亦梅的 她内心没有安全感 踏入职场的黄亦梅 就像一个飞来飞去的蝴蝶 她深深明白 无论自己在努力 也没办法完全抓住这只小蝴蝶 所以 控制小蝴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蝴蝶不要有工作 她圈养着她 这样 小蝴蝶就飞不走了 妈妈抱怨黄亦梅买花的钱 比得上她一周买菜的钱了 方邪文转身就借口买房 拿走了黄亦梅的银行卡 那是黄亦梅仅剩的两万块 因为没有了那些钱 黄亦梅想买一个小朋友的话 都因为身上的钱不够而没办法买 真是方邪文小气专门收走了黄亦梅的钱吗 还是买房子真的只差这两万吗 都不是 是因为她听到妈妈说黄亦梅会出去 她担心黄亦梅出去会去见别人 这让她内心产生了恐慌 她以为黄亦梅没钱就不会出去跑了 于是 她将黄亦梅的钱全拿过来 她以为这样 就能拴住黄亦梅的人 她不知道 人的心是拴不住的 她内心最大的刺就是庄果栋 这个刺大到一个优秀的海外留学生 来他们公司面试 她都接纳不了 想必她在面试这海外留学生的时候 满脑子装的都是庄果栋 所以 无论合作伙伴怎么说 她都不会同意这样的人加入她的公司 甚至黄亦梅和婆婆相处实在太难处 选择要回北京和自己父母住一段时间 她都猜测黄亦梅是不是要去北京见庄果栋 买房子要买大的 并且她所说的让黄亦梅住得舒服 而是她买大房子 要比庄果栋在法国的鸽子龙住得舒服 宽敞 她做什么都会把庄果栋当成假想敌 当然 即便没有庄果栋 还会有其他人成为她和黄亦梅之间的假想敌 包括在岳父母面前 她也无时不刻想要向他们证明 你们看 我能买得起大房子 我自己开了公司 你们看 我多厉害 其实 黄亦梅的父母在乎的并不是这些 如果他们在意外在的物质条件 当初婚都不可能让他们两个结 比起物质条件 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女儿在婚姻里过得开心 但是在方邪文骨子里深深的自卑里 她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能挣钱 事业有成的男人 占据了她内心的全部 她也自认为 拥有了这些后 就算是给黄亦梅最好的婚姻生活了 但这是她认为的 从农村走出来的她 内心装满了自卑的她 并不知道从小生活条件不错的黄亦梅 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自由 渴望的是事业上的价值感 两人价值观的完全不同 最终会让这场婚姻一步步走向灭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